各位,上次那位治江和尚看了死者馬大元的一封遺書 不禁講起三十年前的一件往事 他說三十年前,中原豪傑接到一個消息 說有大批揭丹武士要來搶奪少林寺的武功圖譜 當時治江還未出家做和尚 他和黑衣幫前任汪幫主和趙前宣利二一個中原豪傑 首批出雁門關攔截敵人 一開始他們伏擊成功,很容易就殺了十九個揭丹男人 但是他們又有些懷疑,揭丹武士這麼不坑一擊 難道聽回來的消息是假,或是揭丹人安排的有敵之計呢? 治江對這一批的帶頭大哥和大家商量了不夠五句 跟著又見到兩個揭丹人騎馬來到了 是一男一女,女的懷中還抱著一個小孩子 起初他們見到帶頭大哥的一班中原豪傑都不太在意 後來見到地下十九條揭丹人死屍 他就嘰哩嘰哩罵了幾句揭丹話 跟著露出一手驚人功夫 一下就咬斷了帶頭大哥這邊其中一個人的手 帶頭大哥的人人震驚 這個人武功之高,實在是罕見 看來他們得到的消息又不是假的了 只怕後面越來越多揭丹高手 當時就唯有以多欺少殺一個少一個 於是乎帶頭大哥地有六七個就夾攻那個揭丹男人 有四五個就攻向那個女人 誰知那個揭丹女人一點都不懂武功 被人一刀就斬斷了一隻手 跌了一個傻哈仔落地 另外一個一刀就斬了一個半邊頭殼 那個揭丹男人武功雖然高 只被七百個人纏著睡不到身去救妻兒 起初他幾招只是搶人家的兵器沒有傷人的 後面見到妻子一死,他雙眼芳凰 臉上的肉握了一狗狗 都不知用什麼手法了 一下就搶了帶頭大哥地兩個兄弟的兵器 接著一刺一劈,即時殺死兩個人 他有時在馬背上飛身而下 有時就躲上馬,吐起骨落,好像魔鬼化身一樣 東邊衝下殺一個人,西邊一轉又殺一個人 這麼快就殺了九個中原浩傑 這樣一來,帶頭大哥汪幫主弟 個個都紅了眼,拼命上前撕殺 但那個傑丹男人武功實在是太奇怪太厲害了 一招一招,不到你猜他從哪個方位打來的 當時夕陽如血,顏門關外索封呼號之中 夾襲著一聲聲英雄好漢臨死時候的叫喚 頭顱四肢鮮血兵器在空中亂飛亂撞 那時本領再強的高手都只能自保 誰都沒辦法去救人家了 至江當時看法被傑丹男人一掌打死的 幸好他的座騎另命下身,幫他擋了那一掌 結果那隻馬當堂死了 至江也被那套力拋了上樹頂 那種情形嚇到他當時懵了,都不會爬下來 照前宣呢? 見那個傑丹男人抓住一個中原豪傑兩隻腳,左右一撕 江山撕開那個人兩殺 當堂嚇到暈了 那之後,連帶頭大哥汪幫主都被那個傑丹男人拿腳尖踢中月道 就扣了落地下,不動得 傑丹男人見到強敵盡遷 就走到那個女人屍體旁邊 抱著他猛地哭 哭了一陣,又抱起那個傻小孩看著 然後就放在女屍懷中 走到帶頭大哥那裡,就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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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頭大哥不屈服,挖緊他 但是被點了月道,連話都說不出半句 那個傑丹男人突然仰天大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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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著,在地上握了一把短刀 在山邊的石壁上就不斷一刻字了 當時那個天黑齊 滋江在樹上高,看不到它是刻什麼字 过了一阪 那个蝎丹人当声扔下短刀 抱起的女人和孩子两条丝 就走开崖边 一跳跳落深谷 唉 这个人武功这么高强 在蝎丹就是大官来 这次来中原偷襲少林寺 他就算不是大首领 都是武士中的重要人物 他捉着带头大哥和汪帮主 将其他人杀清大获全盛 本应成性前进才是 想不到他反而跳崖自尽 智光见到有一颈之下 因着啊叫出声 谁知歧视之中更有歧视 就在智光一声敬呼的时候 忽然啊啊 有小孩的哭声 从山谷中传上来 跟着一颗黑咪妈的东西 从谷中飞起 啪声 刚好跌到汪帮主身上 啊啊啊 智光从树上爬回落地 跑过去看看 正是那个蝎丹 一颗黑咪妈的小孩睡在汪帮主身上 为什么呢 智光想了一下才想明白啊 原来那个蝎丹少傅被杀 就跌了个小孩落地 一跌跌到他窒息 其实还没死啊 那个男人悲伤痛哭的时候 随便摸一下 那个蝎丹少傅没气头了 以为妻子 儿子都死了 于是就抱起他们一起头疑自尽 蝎丹少傅一惊震荡 醒了的时候就立刻哭 哎呀 那个男人伸手就确实洗得 不想我儿子跟着他撞身谷底 马上抛了个儿子上来 他记得方位距离 刚刚好把那个蝎丹少傅 又抛到汪帮主身上 这样就搭不出那个蝎丹少傅了 他人在半空 刚才发觉儿子还没死就立刻抛起 应变得这么快 用力又这么准 这样的机智 这样的武功 实在是非常惊人啊 智光看见一班生死之家 就死剩带头大哥汪帮主和自己 那个赵前孙呢 在打斗的时候被吓云了 当时都以为他死了 后来他醒了就偷偷地自己走了 再说智光见到自己这么多兄弟惨死 滴起个孩子就想打死他了 刚刚脱手打他的时候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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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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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何只是踢了我們的穴道不殺呢? 汪幫主亦說:「我都不明白,我們兩個是帶頭人,殺了他老婆和兒子 計算他趕盡殺絕都不太過假。 那三個人商量了一段時間都沒有結果。 帶頭大哥說:「不如看看那個傑丹人在石壁裡刻下是什麼呢? 因為他在傷心痛絕的時候刻下的東西,或者看出什麼意思呢?」 於是,帶頭大哥、智剛、汪幫主一起走到石壁裡。 唉,見到上頭刻下的都說那些雞腸字,蝶丹文,不懂得看。 帶頭大哥就拔了山溪水,化開地下的血,逃上石壁裡。 然後,在白衣裡就撕了一塊白布,攤了上去,把石壁裡的文字托了下來。 後來過了一段日子,他們拿了一幅白布托片給人翻譯,用漢字寫一張紙上。 唉,一看內容,他們三個眼都瘋了,大叫自己十七個兄弟死得冤枉,那些傑丹人又無辜受牽連。 而這對傑丹夫婦,他們更加萬分地對他們不住。 那如果石壁上的文字確實是真情,那帶頭大哥,汪幫主志剛, 和死了十幾個中原豪傑這運就大錯突錯了。 於是,大頭大哥和汪幫主志剛幼稚商量,都不想相信真是這樣。 當時就決定不殺那個孩子子,趕去少林寺看看動靜先。 如果揭丹無事,真是大舉偷襲少林寺,再殺個孩子都未遲。 怎知等了三個月,根本就沒有揭丹人來偷襲少林寺。 於是,就去找那個報信的人來問真些。 唉,怎知找不到了。 大頭大哥地這樣才知道消息是假的,大家被騙了。 不過,雁門關外這一戰,雙方死了不少人,真是死得冤枉。 大頭大哥,汪幫主和志剛,因為對雁門關外這件事心中有愧。 除了向少林方丈講明經過,又向死爛者家屬報信之外, 就再沒有跟別人提起了。 那個揭丹孩子就寄養在少室山下一戶農民家。 事過之後,怎樣處置這個孩子? 大頭大哥地都覺得很棘手。 自己對不起他父母,當然不整得死他。 只要養大他,揭丹是大宋的死敵,即是養父為患。 後來想不到,大頭大哥就拿了一百兩銀交給那家農民, 叫這對農民夫婦自認是這個揭丹孩子的父母。 等孩子大了,都不可以讓他知道另一件事。 那家農民夫婦沒有兒子沒有女兒的,開開心心答應了。 他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孩子就是揭丹種來的。 至江和尚講了這一件三十年前的歧視之後, 喬風聽完都姓在八九情,他連亡問呢。 至,至江大師,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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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室山下的農民,他,他是姓什麼的? 至江和尚就說了,喬幫主,反正被你猜到了,我都不用隱瞞,那個農民姓喬,名叫三壞。 不是,喬風就大聲說了,不是,你亂說,還有一片這樣的鬼話來冒陷我,我是堂堂看人,怎麼會又揭丹狐狼呢? 我,我,三壞公是我親生爺爹,你又亂說。 他話口未完,突然間相比一分,飆了至江生前,左手撿著他心口, 別亂說,喬正和徐掌路一起上來搶人。 喬風伸手極快,拖著喬光一行笑開。 喬正那幾隻兒子,喬中山,喬宿山,喬桂山,山各就齊齊撥去他身後邊。 喬風右手撿著喬宿山,打開他,跟著又撿著喬仲山,打開。 喬仲山,第三次就推下喬桂山在地上,一腳踩上他的頭。 咦呀,不是吧,喬仲五虎在山東一帶威名哈哈,五兄弟並非初出茅廬的後背。 但是喬風左手抓著至江,右手又握又撞, 將喬家的三條大漢,好像紙紮公仔那樣拋拋拋拋, 半招都不到,他們還手就扑在地上。 在場的人看到眼都定了。 喬正和喬柏山、喬小三都想上來救人, 但是見到他踩著喬桂山的頭,知道他功力厲害了, 只要稍微加點力,喬桂山的頭就被踩扁了。 他們三個真的撈了兩步,站定不敢再走。 喬正就說了,喬幫主,又說好說,千萬不要動操啊。 喬正,我喬家和你無冤無仇,你先放下我的兒子。 鐵面判官說到這樣的事,即是向喬風苦苦哀求。 他說啦,徐長老友就加把聲了,喬幫主,至江大師,江戶上人人敬仰,你不是傷他性命。 喬風熱血上湧 ?沒錯。 我喬風和你善家無冤無仇 治江大師的為人,我亦替你敬仰 你們...你們不想我做幫主就算了 何必偏些這樣的事出來誣衊我 我...我喬某到底做了什麼壞事 你們這樣苦苦逼我啊 他最後這幾句話聲都啞 眾人聽到都很同情 只聽見治江大師身上的骨骼一搭搭聲響 他生死之差,就看喬風怎麼想 除此之外,就是風吹樹梢 蟲鳴草濟,人人呼吸喘息,誰都不敢出聲 過了很久 那個趙前孫突然說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笑!可笑啊! 漢人未必高人一等,揭丹人也未必是諸久不如 明明是揭丹,只是要冒充漢人 那有什麼好呢,連自己的親生父母都不肯認 王自稱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啊 叫風吹大眼,出力挖緊他 你,你都說我是蟹丹人? 我不知道! 只不過那天,顏門呱呱一戰 那個傑丹沒有事的相貌身材 除了小娟一個,沒有人牽掛 更加沒有事好牽掛 你做不做乞丹幫幫主 怪我屁事啊!我用不來來冒陷你? 我自認當年曾經參與殺害你父母 那又有什麼好處啊? 蟹丹幫主,我照前孫的武功跟你無得比 如果我不想做人,難道連自殺都不會嗎? 蟹丹將志剛大師慢慢放低 右腳腳正一跳 將善桂山一個龐大的身軀 就輕輕踢了出去,啪聲打落地下 善桂山一扮,立刻站起來,一點都沒有受傷了 蟹丹望下志剛 見他神色坦然,沒有作假和狡猾的神態 志剛大師 你講完他,後來是怎樣? 志剛就說了 善桂幫主,後來的事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七歲那年,在善失山摘栗子 撞到野狼,被一位少林寺和尚救了你 殺死惡狼幫你醫傷 以後就天天教你武功,是不是? 是 原來這件事,你都知道了 事關那個少林和尚原虎大師在教喬桂武功的時候 叫他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所以江湖上,人家就知道喬桂是黑葉幫汪幫主的的存弟子 誰都不知道他和少林寺有這麼深的淵源 志剛就說了 各位少林和尚,是受我們大頭大哥的重託請他從世教導你 使你不至於走入祈禱 為了這件事,我和大頭大哥汪幫主三個爭了一場大教 我說,有你平平穩穩無農為生,不要學武 無謂再捲入江湖恩仇之中 至大頭大哥說,我們對不起你父母 要將你培養成為一位英雄人物 喬風聽到這樣就說了 你們,你們到底怎麼對不起他呢 漢人和蝶丹互相殺戮,有什麼對得住對不起 志剛就說了 唉,顏門關外石壁上的文字 到現在都還在這 將來你自己去看看 大頭大哥既然說要培養你 汪幫主又偏著他多些 我拗他們不過 到你十六歲那年 你遇上汪幫主 他收你為徒 打後有很多很多的機緣巧合 你自己天之卓絕奮力尚進 固然是很緊要 這如果沒有大頭大哥 和汪幫主處處幫助 怕游都不會這麼容易吧 喬風倒低頭想了一下 是,自己這一生撞著什麼危難 總是逢空化吉 從來沒有吃什麼大虧 而很多良機 又往往自行送上門來 不求自得 以前以為自己福星高照 一生幸運 這時聽志剛這麼說 心想難道 真是由於有什麼有力人物 暗中扶持 而自己一點都不知道 他心中一片茫然 如果志剛所說的沒有假 那我是鐵丹人 而不是漢人 汪幫主不是我的恩師 而是我的殺父仇人 暗中幫我的那個英雄 亦非真是真心幫我 只不過是內疚 想贖罪那樣 不是,不是,不是 揭丹人空殘暴虐 是我漢人的死敵 我怎麼可以做揭丹人呢 喬,各位 喬風聽了志剛和尚說 在三十年前的往事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了解